哈喽各位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伟哥 最近有小伙伴留言说 想看孙上香的沉稳之力和火炮千金的对比 那么今天就来满足一下这位小伙伴的心愿 首先我们来看这两款皮肤 出场动作是一样的 只是造型上不一样 伟哥觉得造型上还是火炮千金好看一点 不要问为什么 看不了多少就知道了 两款皮肤半生相 沉稳之力有一个沉稳的标签 而火炮千金则没有 两款皮肤站姿是一样的 不过伟哥还是比较喜欢火炮千金的卷发造型 沉稳之力发型就像两个拖板一样 普攻对比 沉稳之力是蓝色的子弹特效 火炮千金则是黄色的特效 算是打个平手吧 一技能特效对比 两款皮肤差距不大 也只是在颜色上有所区别 二技能特效对比 沉稳之力的二技能落地爆炸后还有一个符号印记 火炮千金是没有的 这一点自然是沉稳之力更好一点 三技能特效对比 两款皮肤的差距也不是很大 都是在颜色上有所区别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吧 这两款皮肤的品质都不高 所以特效上差距不大 但造型上伟哥觉得还是火炮千金更胜一筹 而火炮千金属于现实上价的皮肤 而且下次上价并非直售的方式了 所以以后火炮千金就变得更稀有更值钱了 而沉稳之力是上价过碎片商店的 所以这款皮肤相当于免费皮肤 在性价比上会好一点 不过说实话 当你有了孙上香的末日机甲后 估计这两款皮肤用的也就不会太多了 好了本期皮肤对比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英雄皮肤同屏对比 记得点击关注哟 我是伟哥 我们下次再见了